大家好,好久不见,最近忙于工作,耽误了视频更新,很抱歉,让大家久等了。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2015年,刘仲敬先生在各地举办演讲和对谈节目时,回答现场观众提问的第二部分。 本文包含了对大洪水的解释,以及中共如果倒台后,中国最有可能发生的事情之类推测。 您说纯粹依靠史料的史学是不可靠的,您同时又说四大文明古国的叙事和多元文明平等的叙事是神话,是没有史料依据的。 那我们为何不能说,您的这种以以色列北部为中心的文明扩散论不是您刘同学自己的建构呢? 你刚才那种说法就跟多元平等的理论是差不多的。 你一定要说,为什么警察可以打小偷而小偷不可以打警察,这是个没有意义的问题。 为什么说中东地区是文明的起源,而其他地区是文明的边缘? 有一个最简单的解释,就是因为它跟目前的世界体系是一致的。 如果它跟目前的世界体系是一致的,那么它就是最好的解释。 你要有绝对正确的解释方法,是不可能的。 所有的理论多多少少都是灵性材料和虚拟想象的结合。 但是,你如果要说所有的虚拟想象,所有理论的可靠程度都是完全一样的,因为它们都是不同程度的虚拟,那就是一个天下乌鸦一般黑的问题了。 尽管历史上没有完全白的乌鸦,但是各种乌鸦黑的程度明显是相差甚远,而且你完全有办法把不同的黑的程度解释清楚。 依照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中的描述,如果没有东方向西方输入的造纸术和印刷术,怎么会有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怎么会有近代民族国家的想象? 您如何解释? 没有A就没有B,这种逻辑是很荒谬的。 如果没有印第安人发明的树皮的话,有很多人早已经死于瘧疾了,像新加坡这种地方是根本不可能变成繁荣的资本主义城市的。 那么你能说,因为没有印第安人,所以就没有新加坡,所以新加坡的文明从本质上来讲跟印第安人的文明是平等的? 这样的推论,你要坚持也可以,因为反对它是没有必要的。 但是它能说明什么问题呢? 假定西方的文明是依靠东方的造纸术建立的,这到底能够说明什么问题呢? 你所吃的那些面包也不是孔子时代吃过的,孔子从来没有见过小麦,你吃的都是孔子从来没有吃过的东西,这又说明什么问题呢? 答案是什么也说明不了啊,这不过是文明传导的一个孤立因素而已。 你的意思大概就是说,有东方向西方的传导,也有西方向东方的传导。 但是,我得说,这是一个误解。 你现在所使用的东方和西方的概念,一般来说都是指的是欧洲和非欧洲的差别,这不是文明演化史上的东方和西方。 文明演化史上,其实没有东方和西方的区别,只有核心区和边缘区的区别。 从叙利亚和以色列边境,从亚述和以色列时代那个文明,在地理上讲,也许是处在现在的东方。 但是,它毫无疑问是西伯来人和希腊人的直系祖先,而西伯来人和希腊人又是现在美国人的直系祖先。 你要按照这个推论的话,你甚至可以说,为什么不把这些人算成是东方的祖先,而一定要算成西方的祖先? 这是没有意义的说法。 东方和西方之间谁输入文明多,谁输入文明少,不是取决于它是在东方还是西方, 而是取决于它处在文明的核心区还是处在文明的边缘区。 核心区的定义很简单,它就是输出较多而输入较少的地区。 例如中古时代的唐朝和印度相比,印度就始终是输出较多的一方,而唐朝则是输入较多的一方。 同样是中古时代的唐朝和日本相比,唐朝又是输出较多的一方,日本是输入较多的一方。 你要找相反的例子,当然也可以,例如日本的刀具之类的也有它的逆向输出。 但是你说,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唐朝和明朝对日本的输出是超出了日本的反向输出的。 这个结论大体上是站得住脚的。 当然,如果你目的是为了辩论胜利的话,你当然也可以列一个表,列出日本向唐朝和明朝的反向输出, 列出一个几千项甚至几万项的名单,在别人给你列出同样的名单以前, 你可以花上几天时间去做这个事情,然后别人就丧失耐心不跟你辩论了, 你就可以假定自己胜利了。 但是,如果你要根据所谓健全常识的做法,只要廉价期成正确的话, 我觉得浪费这种时间其实是一件根本没有必要的事情。 有很多事情,你只要了解大致上的框架就行了, 无需了解每一个细节,就会得出差不多的比例感。 您的金鱼史是从殷商时代讲起的,那么您认为夏朝是否存在过? 夏朝即使存在,现在也没有任何证据。 它不存在的可能性大于存在的可能, 因为殷商以前并不是没有考古遗迹。 假定夏朝是在殷商以前的某一个历史时期的话, 那么这个历史时期,在中原地带已经有很多遗址被发掘出来了。 例如有些人就坚持说二里头,就是夏代, 另外一些人则反对。 不管他们支持还是反对哪一个证据, 但是很明显,如果二里头或者其他时间相近的遗址, 能够算是夏代或者相当于是传说中的夏代的话, 那么它显然也不符合大多数文明的基本定义, 它没有一个成文的文字体系。 如果要把这样的遗址也算是一个文明的话, 那么文明的定义的门槛就必须做相应的降低。 那么其他许多原先通常不算是文明, 而只算是前文明的遗址也可以升格为文明了。 如果说发现的相当于夏朝时期那些中原遗址可以算是夏朝的话, 那么第一,像美国南部霍皮人主要生活在亚利桑那州东北部的一种原住民, 那些遗址好像也可以算是一个朝代或者文明了。 第二点更重要,就是说, 假定推论为夏朝的那个时代,在中原地区, 山西南部或者河南北部或者其他周边地区出现的遗址可以算是夏朝的话, 那么毫无疑问,在江西、浙江、四川发现的同一时期的遗址比它更有资格称为朝代, 因为论文字,他们同样都没有文字。 论其他方面,无论是陶器、青铜器还是建筑物来说, 这些南方的遗址都要比黄河中游的遗址要结构更复杂,造诣更深。 如果一定要承认夏朝的存在的话, 那么我们也势必得承认,同时代的这些遗址也代表着相应的朝代, 例如是巴蜀的什么什么朝代,前三代的什么朝代, 江西,浙江的类似文明也必须给它一个相应的朝代的称呼。 这样做事情就变得更复杂。 老实说,这样做其实是有一定的可取之处的, 就是说它比原先的叙事体系更接近于真实, 更真实地反映了史前时代东亚的那种缺乏一个固定中心的状态。 殷商可以看作一个固定的中心, 因为它至少是一个具有强烈扩张性的军事中心和巨大的祭祀中心。 它的军事力量是当时最强的, 而它的祭祀礼仪扩张到它军事力量所能够达到的范围之外。 所以你把殷商当作当时的东亚地区中心, 有一定的合理性。 但是如果把殷商以前的那些遗址, 无论它是不是下代, 也当作中心的话, 就一点道理都没有了。 比较接近于合理的说法就是, 当时没有什么中心。 如果一定要搞一个中心的话, 这个中心放在乾塘江东岸, 或者是放在四川藤地, 都要比放在中原地区更合适一些。 大洪水呢? 所谓的洪水就是指秩序的崩溃。 秩序的崩溃是由于文明本身秩序产生机制的破坏所造成的。 这种机制是一种内耗的机制, 它不能容许自发的小共同体成长发育, 积累资源, 而是不断地破坏它, 把已经积累起来的资源打散。 然后这个社会也许通过它不断地汲取, 在表面上有一个巨大的上层建筑和貌似强大的国家组织, 但它的基层一定是极度松懈和溃散的。 这样的社会很容易在僵硬的上层遭到动摇以前, 在基层就遭到巨大的渗透和破坏。 而明显的特征就是, 在它遭到这种渗透的时候, 基本上不会激起重大的排异反应。 这就是基层组织趋向于崩溃的一个症状。 只要秩序内出现真空, 那么它肯定会有填补真空的力量产生。 如果内部的力量不足以填补真空, 那么周边和外来的力量一定会引入。 如果你用殖民主义或者其他抽象的话语, 实际上是拒绝了最优秀, 最能保护你的一种秩序来填补真空, 十至八九你就会得到其他的, 比殖民主义糟糕得多的秩序来填补。 所谓更好是好的敌人就是这个意思。 凡是在人类社会中能够建立的秩序, 都是要消耗成本,消耗资源的, 而且肯定要让一部分人, 甚至全部人付出一定代价的。 但是,这不是说天下乌鸦一般黑。 共产主义说,所有的秩序都是恶秩序, 所有的统治阶级都是邪恶, 显然不是这样。 你通过健全常识就可以看出, 周代的统治秩序就是要比殷商的统治秩序 仁慈一些, 至少他不用大规模的杀人来继神。 但是如果你一定要做终极追问的话, 也可以来一个文化多元论。 我们凭什么认为杀几千人继神就是不对的? 只杀马杀牛来继神就是比较好的。 我们用更高的标准来说, 大家都是邪恶的, 殷人和伤人也没有什么区别, 所以孔子干的那些事情全都是百搭。 但是, 这种说法是大家能够接受的吗? 你也可以说, 我们之所以认为, 周人比商人要稍微文明一点, 是因为我们潜移默化地接受了儒家的思想, 或者是跟儒家思想同构性比较强的其他思想。 但是, 你既然已经接受了这种思想, 而且推翻这种思想的成本太高的话, 那么你很难抓着自己的头发, 把自己拎到天上去的。 所以比较合理的, 合乎健全常识的说法, 是承认, 第一, 没有完美的秩序, 第二, 各种不完美的秩序当中, 不完美的程度是有一定的差别的。 如果你一定要说, 完美不完美是你主观的判断, 那也可以。 你也可以说, 你本人和跟你价值观相似的群体 比较倾向于这种秩序, 而不是那种秩序, 那你就要老老实实地放弃那种 天下乌鸦一般黑的装逼言论, 老老实实地说, 我就是喜欢这种秩序, 这种秩序对于我来说 比其他秩序要更好一些, 那么我当然要促成它的实现, 而不愿意为了更好的缘故, 破坏了本来可以得到的, 勉强还可以维持的秩序。 苏美尔文明和中国文明是何种关系? 苏美尔文明显然是跟殷商文明是有关系的, 因为他们有很多烙印是烙在殷商文明身上的, 但是这倒不见得证明说, 殷人一定是从西而来的民族, 因为他们的时间差了几千年, 苏美尔文明已经衰落的时候, 殷商还连影子都没有存在。 所以, 完全可能是苏美尔产生出来的文明遗产, 通过间接传播和刺激的方式, 最终来到了中原, 而殷商接受的影响很可能是通过非常间接的途径, 而没有直接接触苏美尔文明的本体。 但是, 如果真的在高股时代存在着越过古地中海南岸的移民团体的话, 这也不是什么不可能的事情。 你只能说这两种可能性造成的实际结果差别不大, 也很难加以区别。 您觉得, 伊斯兰邪恶秩序入侵中国的可能性有多大? 穆斯林所代表的秩序也许还不能说是恶秩序。 有很多证据证明, 它在某些方面比儒家的宗族主义带来的秩序, 至少是抗风险能力要更强一些。 在明清500年时间内, 西北地区有一个现象, 就是说, 每一次发生饥荒的时候, 都有一批比较穷困的汉人会投靠穆斯林, 然后变成穆斯林就再也不会变回来。 相反的情况就很少。 这说明什么问题呢? 说明穆斯林的宗教组织, 在抗风险能力上比儒家的宗族主义要强一点。 特别是在西北地区和中原地区, 连比较强大的强宗大族都很少有, 散沙式的小农特别多。 那么这样的小农, 按照某种价值观来说, 他们是特别平等的, 但是就是因为他们特别平等, 所以每家每户的剩余储备都非常少。 所以他们的抗风险能力就特别弱。 如果有什么豪强门第之类的, 特别大的财主之类的, 有特别多储蓄的话, 那么它本身反倒可能变成一个有储蓄抗风险的基地。 而伊斯兰社会呢, 它的宗教组织, 因为有从事慈善活动的长期的团体, 所以在政府之外, 有一个政府不能干预地从事宗教慈善活动的社团传统。 在这方面, 他们的成绩好像是比东亚的儒家社会要强一点。 因为他们尽管同时都可以被称为东方专制主义社会, 但是中东的各王朝在它倒台的过程中人口损失的比例, 没有东亚各王朝在倒台的过程中人口损失的比例那么大。 这就表现出它的社会团结能力和组织能力是要稍微强一点的。 这样也符合其他方面所显示的歧视链。 就是说, 欧洲的社会组织大体上将比中东的社会组织要强一个数量级, 而中东的社会组织又要比东亚的社会组织要强一个数量级。 每一个都能够吃掉下一级组织, 但是吃不掉上一级组织。 在军事组织和社会福利各个方面都是这样, 所以这可能反映了他们所在社会的秩序、生产能力的强弱。 这个秩序、生产能力的强弱同时体现于经济、军事和社会福利各方面, 而不是只体现于一方面的。 这就好像一个人如果身体强的话, 他不大可能是只有胳膊强, 可能是胳膊和手同时强。 如果胳膊弱的话, 那你可以合理地推断他的腿可能也是比较弱。 差不多就是这样的。 您说的东亚社会也包括日本吗? 日本只有五至九世纪, 也就是中国南北朝时代, 到唐朝末期这段时间属于东亚, 此前的日本属于内亚刺激下的太平洋群岛系, 跟东亚完全不同。 而建武天皇之后, 只能视为独立文明体系。 英人天皇之后, 则属于西方刺激下的独立文明体系。 明治之后, 则通过民族发明, 成为西方文明体系内部的民族国家。 第一, 现在中国的处境, 是不是和二战前的日本有些相似? 第二, 在大洪水来临之际, 如何在散沙社会中自保? 这个形式还是相差甚远的。 当时日本所处的, 还是一个列强横行的时代。 它处于国际社会演变的早期, 比较接近于春秋时代。 如果说日本在当时的情况下采取冒险行动, 其实它是有一定合理依据的, 因为当时的世界有很多比较势均力敌的强者, 可以说, 后进者通过投机行为出头露面的机会比较大。 现在的这个世界已经是一个晚期的世界了, 已经比较接近于战国时期或者是罗马时期, 可以说, 投机的余地已经大大缩减了。 而且更重要的是, 日本它相对于当时的国际主流, 另类的程度是很小的, 尽管它不断地抱怨因为自己是有色人种而受到歧视, 但是它那种不管说是立宪君主制还是绝对君主制的体系, 在欧洲都是可以找到匹敌的。 它那种以武士为基础的社会组织, 也比较接近于欧洲近代以前的封建组织, 它跟欧洲的相容性是远远超过任何时期的中国的, 比大清更接近于欧洲, 更比共产主义的中国更接近于欧洲。 所以它的相容性要大得多, 它的挑战依据也要大得多。 现在的中国在国际体系中所处的位置, 比当时的日本要孤立得多, 软弱得多, 它自身的社会能够提供的资助要少得多。 而世界体系已经演化到, 可以说是只剩下一棵大树的地步了, 已经很难有合纵连横的余地了。 所以从各方面来讲, 它的处境都只会是更糟而不是更好。 在这种情况下, 你要是采取冒险行动的话, 十至八九会落到比日本要惨得多的那种下场。 至于在社会动乱的情况下, 你怎么样自保的问题, 这就取决于你自己所在的共同体的强弱了。 而共同体的强弱主要不是取决于你自身的能力, 而是取决于你依附的传统。 而传统这个东西都是依靠千百年, 甚至更长时间的秩序积累搞出来的。 可以说, 得到这些传统的人都能够有了大树可以依仿, 能够继承先辈的遗产, 比没有这些传统的人强得多。 所以最重要的事情, 当然是选择一个传统最强的大树抱在上面。 可以肯定, 中国现在所走的每一条路都已经是走到尽头了, 哪怕是再往前走一步, 都会面临着它无法控制的强烈反制。 但是走到尽头又会发生什么? 这就像是跳下悬崖以后会发生什么一样, 这是不可预言的。 谁也没有办法说, 你跳下悬崖以后会发生什么。 也许从此以后你就不复存在了, 在你不复存在以后, 所有问题自然也就不复存在了。 但是这一切都只能说是预测, 起点以后, 原有的规律是失效的。 你现在所形成的所有预测, 都是在产生你的社会存在的条件下才有意义的。 在这个社会不存在以后, 它就不再有任何意义。 如果你想局部的, 保存你所习惯的这个社会, 那你肯定需要做一系列的牺牲。 但是, 牺牲哪一部分呢? 牺牲哪条路线呢? 这是一个没有共识的问题。 很可能因为在调整和牺牲的问题上达不成共识, 本身就会激起强烈的冲突。 至于启蒙, 启谁的蒙啊? 以什么为出发点的启蒙呢? 这个问题本身就是没有办法解决的。 启蒙本身就是一个定义极其模糊的概念。 如果启蒙是指近代, 清朝末年以来引进西方思想的运动的话, 那么我得评价说, 这个启蒙运动进行得非常糟糕。 我们现在尊重的那些启蒙者, 很少能够抓住西方文明的基本脉络, 引进了下游的枝节太多, 而最根本性的东西反倒引进太少。 而且越往后越糟糕, 清朝末年那批人引进的还比较到位, 五四运动以后基本上是每况愈下了。 甚至出现了一种专门引用西方的那些批判性和破坏性的东西, 来干扰西方那些建构性和基本性的东西的倾向。 引进的选择其实也是一个德性的考验, 你能不能判断出真正重要的东西, 或者说是心怀恶意地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去专门引进那些结构性的东西, 对你将来的命运是有很大影响的。 就近一百多年的引进史来说, 很明显, 无论是从技术上讲还是从德性上来讲, 汉语世界的表现都是非常糟糕的。 而且我们还得补充一句, 这个汉语世界是包括南洋和台湾香港在内的整个汉语世界, 他们的表现比起日本人或者土耳其人都是相当糟糕的。 最糟糕的地方就是, 整体上他们制造了一个扭曲的格局。 作为现在处在历史转折点上的青年人,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智慧来判断未来? 智慧这件事情是一种共同演化的问题, 也就是说, 没有什么绝对正确的东西, 关键在于, 你经验所形成的那个边界跟你所在的环境是不是有一种良好的协调关系。 如果有, 那么一般来说不是因为你本人的缘故, 而是因为产生你那个社会在他自己演化的过程中, 跟他自己原先的环境达成了较好的配合默契。 如果是一个共同演化的体系, 这种默契是很容易实现的。 但是如果是一种以武断方式, 人为引入依靠概念结构维持的东西, 那么他一开始就跟他所在的环境处在格格不入的状态中, 而且这种格格不入的状态会随着演化而不断地扩大, 开始还比较小的磕磕碰碰, 随着时间会越放越大, 冲突会越来越明显, 就像是一只器官的排异反应一样难以避免。 这与其说是许许多多具体问题难以解决, 还不如说是你产生这个体系的方式, 一开始就是有问题的。 可以说吧, 一开始你自己定了一个错误的定位, 然后就给以后的人留下了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 你如果一定要说你是你本来不是而且不可能是的那种人, 那么你给自己安排的任务肯定就是你无法完成的。 而你为了完成这个跟自己本身完全不配套的任务, 又会做出其他更多的事情, 使你在原先陷入的困境越陷越深, 像是一只落在蜘蛛网上的飞虫一样, 不挣扎的时候你陷得还要浅一点, 越挣扎你就陷得越深。 您对未来有何规划? 定规划没有多少用处, 现在情况已经混乱到一切都是乱流的地步, 你只能像赌徒一样下注。 格局和路径是对整体来说的, 对于个体来说, 你所依赖的那个小生态环境不一定跟格局整体的发展方向一样, 你必须依靠你的赌信和直觉, 只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就是说正常的情况下比较保险的, 循规蹈矩的策略, 在这时候反而是最吃亏的, 因为你肯定会变成劣势对象了。 出国是唯一的例外, 因为你出国以后就不再待在这儿了。 中国将来肯定也是冒险家的乐园, 是下猛注的地方。 下猛注也许会赢, 也许会输。 但是你不下注的话, 实际上你就会使你变成所有各方掠夺的对象。 就好像说, 你要是在四十年代, 要想做一个良民, 要想靠勤俭节约来发财的话, 那你肯定是所有各方掠夺的对象了。 但是如果你当上盗匪, 然后像做山雕一样, 在各个地方都有计划, 你也许会变成开国元勋, 也许会被人做掉, 但是无论如何, 你的下场都比那些安分良民要好, 这种事情以前的人做了很多的范例。 那是很有可能的, 有很多地方很可能会出现伊斯兰国, 或者是其他什么乱七八糟的黑帮组织。 然后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 至少江泽民和胡锦涛还是很不错的领导人, 就好像是大家后来怀念蒋介石一样。 蒋介石在的时候没几个人怀念他, 但是自从共产党来了以后, 大家就觉得蒋是好人了, 解体是一定会有的。 但是中国内地有很多地方是很容易, 本来就是离地狱就只有一张纸的距离, 然后一张纸撕破了以后就只有直接赤裸裸地打起来了。 黑帮统治其实最根本的问题就是一个成本问题, 直接了当地杀人是一个成本非常低, 而且非常能解决问题的方式。 你不要说这种方法是很野蛮, 不解决问题的, 恰好相反, 它最解决问题了。 有很多事情之所以解决不了, 就是因为你不肯突破底线。 只要你肯突破底线的话, 那么资产阶级认为是问题的, 在无产阶级看来那全都不是问题。 你只要直接去先做了再说, 把没有用的人口统统杀光, 所有的问题都能够迎刃而解。 当然别人会骂你, 但是好共产党人, 不是早就说吗? 优秀的共产党人就是不能怕挨骂的, 怕挨骂的人还能当共产党吗? 所以这里面有一个合乎逻辑的解决方法, 就是说, 我们不管怎么样讲人权, 你都达不到西方认为是可行的标准, 也就是说人家还是要骂你的。 既然大骂和小骂, 这有什么分别呢? 反正你们都是要骂的, 那我还不如做绝了再说呢? 反正你都是要骂我的, 而且同时也不大可能打我, 这就很重要了。 既然我横竖都不会挨打, 我做绝一点也无所谓, 既然我横竖都会挨骂, 我做得好一点也没有用。 如果说有谁在乎的话, 那就是沿海地带和比较上层那些资本家之类的人, 包括红色资本家那些人, 他们还希望通过跟西方的联系继续发财, 所以比较在乎这些。 如果是内地那些官员的话, 他们宁可是把这些万恶的买办分子统统杀掉, 然后关起门来, 自己搞伊斯兰国, 那样要省是多了。 外界肯定会骂的, 但是谁会愿意到伊斯兰国的核心地区驱出钱来统治呢, 那肯定是赔钱亏本的事情。 再说你, 也不大可能像伊斯兰国那样全线派出恐怖主义, 你只在本土的辖区内部, 杀盐安红色根据地内部的老百姓, 别人一点都不觉得你有什么可怕的地方。 伊斯兰国要是不向外渗透的话, 那他将来在三代以后加入联合国也是很有希望的。 我觉得现在是进退为谷了。 进退为谷的意思, 所有的人都看出来了。 我想习近平的动作是, 想要不费力气就能取得很大的收获, 想模仿一下毛泽东的架子, 然后又不用付出太大的代价就能得到同样的效果, 但这当然是不可能的。 他做到一半现在是有点做不动了, 但是不做下去, 这样之后他本人是有极大危险的, 这一点他不可能看不出来。 按说的话, 这种情况你就应该一不做二不休地搞下去, 但是问题在于, 一不做二不休地搞下去, 你必须有江湖人那种素质, 不是说空谈可以搞出来的。 文人空谈说要杀多少多少人, 那都是吓唬人的, 他们没有这样的经验和能力。 江湖人物不怎么说话, 但是他是干得出来的。 如果你不是江湖人物, 丹萍说, 丹萍摆pose是没戏的, 所以我说习是选错了政策, 他那种政策需要有一个局外人来执行, 而他自己不是局外人。 局外人没有牵挂, 能够闭着眼睛大开杀戒, 这种人才能把他的政策贯彻执行。 如果他和薄熙来联手的话也不行, 其实薄比他狠一点, 但是骨子里面也不是局外人。 局外人就是跟体制内部没有牵连的人。 如果是王立军当了国家主席, 他倒可以干得出来, 因为他是一个出身微贱的人。 老实说红二代, 不管他们嘴上说得再凶狠, 他们就像是朱元璋的子孙后代, 做不出朱元璋做的事情, 是搞不定的。 习搞这么多小组, 是软弱的表现。 你想蒋介石兼了多少职, 包括中央大学校长在内, 这个也是委员长, 那个也是委员长, 这说明他很强大嘛, 恰好说明他在各个地方都需要亲自一把抓, 各地都摆不平。 如果你是真正的独裁者, 那你可以像邓那样, 名义上你什么职务都没有, 只是一个什么什么主任, 但是实际上一切权力都掌握在你手里面。 一个真正的建筑应该是没有头衔的, 头衔太多的人是一个想当建筑当不成的人。 习的结局已经很快了, 习现在是, 他对日本的政策和对俄国的政策和他对国内的政策, 都说明现在处在一个相当于是二月逆流的那个时期, 第一阶段文革搞出来的后果太严重, 以至于很难再推进下去, 但是后退是不可能的。 你想习即使后退了以后, 他也不可能把对日本或者对美国的关系改变的。 如果习近平有毛泽东一半的才能和本领的话, 他就现在应该是毫不犹豫地跪舔美国, 然后利用美国来打击日本, 尽可能向美国人证明, 我才是你最忠诚的朋友, 日本人那些是你的老仇人什么的。 当然, 这样做也不能成功, 但至少说明他比较狡猾。 江泽民至少比习要聪明多了。 现在这种做法, 你是向美国直接扑了过去, 这样下来就一点悬念都没有了。 习可能是一个被意识形态绑架了的, 他可能真心相信他宣传的那些东西。 这就跟毛泽东不一样了, 毛是名义上的共产党人, 但他很可能是一点都不信共产党的, 只不过正好方便他利用共产党达到他的目的。 毛跟斯大林一样, 他们也宣传, 也骗别人, 但自己却不受他自己宣传的诱惑。 但是, 习可能像蒋介石一样, 他自己就是受宣传的鼓动, 他可能不是马基亚维利主义者, 而是他自己想象的理想主义者。 这种事情就等于是一种上帝的惩罚吧, 撒谎是一件危险的事情, 他就像是自己先服了毒, 然后再咬死人一样。 如果我没有中毒的话, 我咬了你也是白咬, 你反正也不会死, 我只有我自己的血液里面有毒, 咬你才能使你中毒。 我现在要宣传使别人相信的话, 我自己很难不中毒。 能够有像毛泽东那样极强的马基亚维利主义者, 不光是要自己比较聪明, 而且还需要有充分的江湖经验。 下一代人不可能有充分的江湖经验, 一个人只要没有江湖经验, 主要通过书本和间接知识来了解的话, 那他就很容易主要依靠意识形态看问题。 依靠意识形态看问题, 就像是残疾人的拐杖一样, 是一个省事的方法, 对于经验不足的人来说是很方便的, 但是有经验的人是不会相信的。 但是问题在于, 如果一个人过得太好, 特别是童年时代过得太好, 那他必然是缺乏经验, 而主要依靠意识形态的。 这就是个没法解决的悖论。 所以, 朱元璋这样的老流氓的后代每一个都很傻瓜,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因为江湖经验是不能遗传的, 你除非是江湖人出身, 否则你是不可能有江湖经验的。 江泽民和胡锦涛是李鸿章那种人, 大清国毕竟不是他们的, 李鸿章替大清国办事, 洋人以为他就代表大清国, 但他其实并不是, 他只是大清国的外围, 等于是一个管家。 管家早晚要羡慕的。 技术官僚会不会苟急跳墙, 联合起来对抗习? 技术官僚并不是一个集团, 只是一大群相互分散的人。 他们如果有集团的话, 那也不是按照技术官僚这个阶级出身来划分的, 一定是按照其他更加具体的, 相互依赖的, 共荣性的集团。 这个共荣性的集团能够团结起来的纽带, 一定不是说是所谓技术官僚这种出身, 或者做了什么贡献之类的。 而一定是参加了某些共荣的举动, 多半还要共荣杀人, 光是共荣贪污, 那肯定是不能造成足够的团结的。 这些人中间一定会包括像王立军这样的人, 否则单纯的技术官僚是没有战斗力的。 如果真的发生政变, 之后会怎样? 中国会有谁来接管? 无论怎样, 只要发生变化的话, 中国就完蛋了, 这个是不可逆的。 没有任何人能够接管。 他要么能够维持得住, 一旦维持不住了, 那就满盘全崩了。 这时候就看你的地理位置了, 如果你处在黎元洪或者是陈炯明这种人的统治范围内, 那就比较好。 如果你处在内地的话, 那就多半是伊斯兰国之类的东西。 中间道路是不存在的, 没有什么人会接管, 这是很明显的事情。 所有体面的, 有底线的人都不敢接管, 因为接下来的事情他负不起责任, 肯接管的人一定是无赖。 实际上多少能够保全体面的人, 唯一的办法就是, 把东南沿海地区保护起来。 你想把整个中国接下来的话, 那你就非得使用无赖手段不可了, 而且还一定要比你的前人更无赖。 中共有没有可能反而会在未来称霸世界? 这显然是一点可能都没有的。 如果说伊斯兰教会成为世界主流, 那倒是有可能的。 但是,中共是不可能的, 它取胜的机会比当年的蒋介石还要小得多, 因为它是一种两头落空的格局。 要么呢, 想用低水平打败高水平, 你必须蝗虫一样, 有巨大的人口生育率。 虽然我见, 但是我像蟑螂一样人多是重, 或者像传染病一样能够传播, 向早期的共产主义者和现在的伊斯兰教具备这些特点, 所以还有一定的机会。 要么呢, 你就要走, 傻而经的路线, 像十字军骑士, 或者像欧洲希腊人罗马人那样, 虽然人数少, 但是技术金而素质高, 凭他们的质量来弥补数量上的劣势。 但是, 你不能走中间路线, 一方面你人口又不多, 生命力已经丧失了, 思想传染力已经丧失了, 技术上又没有赶上先进的地方, 那就像蒋介石那样, 你技术上又不是发达国家, 但是想用人口淹没, 你无赖的程度, 建的程度又比不上共产党, 你如果用这种手段去搞的话, 那你就被共产党取代了。 所以现在, 如果你共产党走国民党那条路线的话, 因为你已经不够贱, 人不够多, 传染性不够强, 你必然就会被伊斯兰教取代, 就像国民党被共产党取代一样。 你要扮演挑战者的角色, 你就必须是蟑螂。 如果你不够蟑螂的话, 比你更适合于做蟑螂的人, 就会取代你。 说中国人口最多, 这显然已经是过时了的, 这是不值一搏的。 你只要看看1997年以后, 乡村那些小学的情况, 你就已经很清楚了。 中国如果现在不搞生意放开的话, 十年以后, 老年人就要会大批地饿死, 或者是被计划死亡了。 因为确实没有其他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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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